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了FM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舒适南 今天来聊一聊我的一位伟大的好朋友莎士比亚 为什么要莎士比亚呢 因为今年是莎士比亚400年的继承 也是他的452年的诞辰 莎士比亚的生日和死日是同一天 他死于1616年4月23日 他生于也生于这个4月23日 以用1616年减去52年就好了 莎士比亚活了52岁 他生于4月23日 死于23日 很奇妙 他的生于死形成一个巧妙的共振与循环 说到莎士比亚呢 忍不住就要推荐一些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译本 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梁石秋的 朱生豪的和方平的 但这要注意 梁石秋和方平的都有权益本 而朱生豪呢 通行的人民文学的常见的本子 十一册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其实是结本 就把莎士比亚的一些毒蛇啊 一些脏话去掉了 不过好像近年人民文学又重新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全本 把那些脏话也补上了 朱生比亚一定要看他的毒蛇 脏话什么的 很过瘾的 不要看结本 结本要少很多味道 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以外 我今天还想特别推荐一本莎士比亚传 余果写的 这本不是名气最大的莎士比亚的传记 也不是最严谨的莎士比亚传记 但我认为是最漂亮的一本莎士比亚传记 我们这里有综艺本 05年由团体出版社出版的 我们来随便看几段 余果在这本莎士比亚传中间写的话 确实很漂亮 既可以当一个叙事的妙文 也可以当一个文学评论的妙文来看 余果写到 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一种由无潮的蜜蜂在漫游中亮成的蜜汁的浓烈香气 这里是散文 那里是诗 一切形式都不过是成者思想的花盆 这种诗呢 有悲有喜 在任何治理行间 莎士比亚那深层的灵魂都是表露的清晰透明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伴随着一种狂乱的韵律进行 它如是庞大 以至有些蹒跚不稳 它自己晕眩 而且使观众也晕眩 但是又没有任何东西像这种动人的伟大这样坚固有力 在莎士比亚身上有柴气 有灵质 有春药 有颤动 有荡漾的微风 有使人看不见的感化你 还有不知名的高贵的营养汁 这一切形成莎士比亚的动乱 但在这动乱深处却是宁静 这种动乱正是哥德所缺少的 有人戳服的颂扬哥德心平气和 其实这种心平气和是低劣的表现 而动乱却是所有低流的作家都具有的 这种动乱就是人性 莎士比亚像一切伟大的世人和伟大的事物一样充满了一种梦想 他自己的成长使他自己也惊恶 他自己的风暴使他自己也害怕 人们简直可以说有时莎士比亚吓唬了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对自己的深层有点害怕 这是最高智慧的标志 正是他的广度震撼着他自己 并且使他发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巨大的摆动 世界上没有不起波澜的天才 好吧 我们就称呼莎士比亚为最熏熏的野蛮人吧 他是野蛮的好像原始森林 他是最熏熏的好像滔滔的大海 看他写得多漂亮啊 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准 莎士比亚确实是一个最熏熏的野蛮人 不要以为莎士比亚只有深刻 只有优雅或者只有出类拔萃的叙事能力 莎士比亚其实挺野蛮的 比如说他的自己写的穆斯明就挺野蛮的 他的穆斯明据说是他自己专写的 他写道 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着黄土下的灵鹫 让我安息者将得到上帝祝福 牵我尸骨者将受亡灵诅咒 我要用赵威脸睛瞪着你 让我这个亡灵来诅咒 如果你动我的尸骨 看野不野蛮 而莎士比亚确实在他的戏剧中有蛮多毒蛇 很可惜我们一般通行的本质里面 他好多毒蛇都被删掉了 像我们随便举一下 比如说星白灵里面骂人 说你的舌头能毒死 尼罗和你所有的虫子 这是关于毒蛇本身的一种毒蛇吐槽 你的舌头能毒死 尼罗和你所有的虫子 像街道欢喜里面骂人 说你的脑子和航海结束后的饼干渣一样干 我们一般说猪脑子 但你看沙士比亚骂人拐着弯 你的脑子和航海结束后的饼干渣一样干 然后还骂别人是 像街道欢喜里面骂人 你就像是奈哈玛 丑豆而且有毒 他特别喜欢用奈哈玛来骂人 同样的还出现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维尼奇达 这个戏剧里面他也骂 你和奈哈玛一样让人恶心 而在麦克白里面 他又拐着弯子骂人 去刺破你自己的脸吧 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 你这俗胆的小子 骂人胆小 让别人刺破自己的脸 把那个被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 这是骂人胆小的方式 可真是艺术啊 然后像这个亨利五十里面骂人啊 亨利五十骂 说你和一锅炖烂的理智一样毫无信仰 对了希腊的理智一样毫无信仰 在哈姆雷特里面也骂人啊 说你胆小的和鸽子一样 没胆的家伙 这倒骂得一般 亨利四世里面也有骂的 说你就像一个蜡烛 不过你好的部分都烧光了 只剩下你不好的部分还没烧呢 迟早也会烧光 就像一个蜡烛 好的部分都烧光了 亨利四世里面还有一段大牌笔骂人 说那是魔鬼扮成的胖老头 一只人形的大酒桶 一个充满着怪癖的箱子 一个塞满了兽性的柜子 水肿的笼包庞大的酒囊 堆叠着福藏的衣袋 肚子里填满着腊肠的烤瘤 道梦岸然的恶徒 虚法苍苍的罪人 空口说百话的无奈 嫌恶而可证的诱惑心灵的老傻蛋 哇这个牌笔充满气势 肯定是神经骂人 好了我们不再讲莎士比亚的毒蛇了 我们还讲他的优美吧 讲一讲莎士比亚和爱的关系 其实呢像现在 人们纪念莎士比亚继承四百周年 很多人一纪念莎士比亚呢 就可能翻出跟莎士比亚同时代的 英国剧作家本琼森的那句名言 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 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我同意本琼森 即使这句话已经被引用了太多 有时候一听到这句话 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 属于所有的世纪 我就觉得这句话会发出 类似于爱情买卖呀 最遂民族风量 快制人口的影响 因为被引用了太多了 播出了太多了 这句话是成立的 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 而属于所谓的世纪 不过呢 本琼森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莎士比亚属于所有的世纪 也包括我们县所身处的世纪 那么呢 如果朋友们要问我 今天我们凭什么还要读莎士比亚 这样一个已经几百年前的 经典文学作品 我只能回答 因为爱情 这个答案肯定不是最好的 也不是最标准的 但却是我自己能想到的 一个充分的理由 因为爱情 我们还要读莎士比亚 但我还是少年时 常会沉浸在 草草唠唠的相爱 清清热热的怨恨中 是莎士比亚 为我打开了 对爱情的认知之门 如今我也连近中年了 爱情不再是 叹息吹起的一阵烟 更像每天都要坐的电梯 它给你短暂的 上上下下的感觉 但最终会带你回家 现在我们重读莎士比亚 恰是在中年重拾初恋 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情 有三种非常典型 我是借鉴了海烈的分析 他认为莎士比亚爱情 有三种非常典型 用女主角来对应呢 这是朱丽叶 就罗命高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 还有暴风雨中的米兰达 以及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中的 克利奥佩特拉 就是埃及女王 一个个的讲 朱丽叶呢 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春云爱情 就好像扔出手的弹丸一样 永不回还 朱丽叶的爱情呢 在健康中又带定愁容 温柔中又带定粗野 他皆有月亮的柔和 与太阳的赤裂 就像海内说得很好啊 朱丽叶的爱情 如同他的时代和环境一般 带有一种比中世纪更浪漫的 迎着文艺复兴盛开的性格 他的色彩迅烂 有如斯卡里格的宫廷 又坚强如龙巴迪的贵族 爱得有力 也恨得有力 说得不错 朱丽叶尽透了一个时代的热情和确信 就连冰冷发霉的坟墓 都不能动摇他的爱恋 也不能熄灭他的火焰 这是朱丽叶的爱情 那么米南达呢 又不一样了 暴风雨中的米南达 它似乎是跳出了任何一个时代之外 它高岛远距 惨退尘埃 不但能够远离时代影响 甚至可以避开时间的毒手 它就好比什么呢 它就好比是在洁净 无染的土壤中开出的花朵 当我们这儿的土壤 已经被污染了很重了 像我的老家武功桥 2006年就有中国的 科学院下面的研究机构 调研四川的土壤中极株残留 以乐山福东桥为例 2006年就这报告了 很惨的 我怎么说到我们家乡的污染 说话呢 继续说 莎士比亚笔下的米南达吧 米南达的 它好像在这个完全无污染的土壤中 开出的花朵 而这种土壤呢 只有仙女的脚步 才能够轻轻的踏在上面 而他的爱人呢 也就是非地男王子呢 在他身上记起了爱情 用纯真来形容 都还不够哦 用纯真来形容 这种爱情 米南达的爱情都不够 必须要用 先见的纯真才可以 藉由当代艺术家的一句话 我们来形容米南达的爱情 对米南达来说 一切早已存在 只有路过时 显行 再来看 埃及艳后 克里奥贝特拉 克里奥贝特拉呢 他是一个同时恋爱者 又同时背叛着爱人的女人 一般的人都以为呢 女人一旦背叛了她的情人 就不会再爱她的情人了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 这个克里奥贝特拉 尽管在背叛着她的情人 但是于是同时呢 他仍然在爱着她的情人 当然这种女人 有点令人脑袋疼了 一边背叛你 一边爱你 我还是不害怕这样的爱情 克里奥贝特拉的爱情呢 在评论家看来 是一个衰微文明时代的图腾 艳后的爱情 没有信任 也没有忠诚 他既不信任别人 也不值得别人信任 他既不对人忠诚 也不苛求别人对他忠诚 克里奥贝特拉拥有的爱情 是轻浮而放荡的爱情 而最终呢 会上升为令人胆寒的疯狂 还是像海内说的那样 像克里奥贝特拉的爱情 犹如一颗狂奔的彗星 不但是彗星 还是狂奔的彗星 带着光焰的尾巴 混乱着 旋转着 冲向太空 他也许不会毁掉路上的一切星体 但也绝对会惊吓走路上一切的星辰 而惊吓走所有的星辰之后呢 最后这个彗星悲惨的粉碎掉了 像一团烟火似的奔为千万粒火花 让我们想起张鼓龙的我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人开出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我的歌词呢 也可以献给 莎士比亚笔下的 克里奥贝特拉 我又唱歌了 不好意思啊 有听众专门留言说 是一个你们不要在节目里面唱歌了 嘿 我只回到两个字 偏要就要唱 而且如果你们熟悉了 我的唱歌的声音之后 你们会觉得魔晕入脑的 我的声音很有魔性的 很吸引人的 但你可以说我抽不要脸 那以后你们听到我唱歌 就把它快记好了 好我们说回来 那么莎士比亚的 这三种典型的爱情呢 朱利叶米兰达 与克里奥贝特拉 分别对应着 炽热坚振的爱 这是朱利叶的爱 纯洁而非凡的爱 这是米兰达的爱 疯狂而肉欲的爱 这是克里奥贝特拉的爱 其实呢 我们有时候想想 我们真的还是渴望在一生中 这三种爱都同时经历过 我们既要经历 炽热而坚振的爱 也会经历 纯洁而非凡的爱 然后呢 说不定还会遇上 疯狂而肉欲的爱 这三种爱几乎是 世间最典型的三种爱 也是人们向往 或者成立于其间 不能置疤的爱 而这三种爱情 竟有莎士比亚的天才描绘 就像铁笔 在蜡子上刻下印记一样 深深的刻在我脑海里 两春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莎士比亚绝对是一个天才 我经常说 天才是什么样子呢 天才就是说 他一出手 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同行都黯然无光 当然是他成熟的时候的出手 而当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他即使刚刚出世 还是个孩子 他就已经骄傲的像一个大士一样 而一旦天才成熟 与他同时代的所有的同行都黯然无光 莎士比亚正是这样一个天才 天才也会死去 也会死掉 但他的作品 他的创造物 他的身影 将永远造成黑暗的人类之城 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要读莎士比亚的理由 莎士比亚的天才之光 组造了古代的和他所身处的时代的人性 甚至也提前洞见到了四百年后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性 可能文明在变迁 物质在进步 技术在进步 白云苍狗 苍海商田 食堂生春草 原流并明晴 它是人性的变化 那么从几千年前到我们当代 其实人性的变化相对来讲 是为乎其微的 而莎士比亚的既洞穿了 在他时代之前的人性 也洞穿了他所身处时代的人性 还提前洞见到了四百年后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性 哥德的战词是恰入其分的 对莎士比亚的战词 他说 莎士比亚就像是 有着透明水晶表面的钟表 他不仅像别的钟表一样 向你显示时间 而且内部的机械 也全是清晰可见 当然我更喜欢的 还是前面介绍的 雨果对莎士比亚的形容 野蛮的 醉醺醺的人 他野蛮 好像原始森林 他醉醺醺 好像滔滔的大海 那么今年呢 正好在莎士比亚去世 四百周年的今天 我觉得我们用什么名义来 激烈沙士比亚最好呢 我们还是去阅读 沙士比亚吧 用阅读的方式来激烈沙士比亚 来向沙士比亚这位伟大的 独一无二的作家致敬 好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周一再会 也预祝朋友们周末愉快 去遇见你们疯狂而肉欲的爱情吧 纯洁而非凡的爱情吧 炽热而忠贞的爱情吧 食物鸡蛋 我们不听不散 拜拜咯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 多么特别 的我 多幸恒 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 神族世人 种种色色都有他共吻 我很幸恒 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 拿着我心 告诉世家 何谓永久 我是什么 在十个当中 只得一个 在十个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